Moranda Moranda是今年三月份才刚刚来到了哈罗里德 虽然只有短短的不到一个学期的时间 但是它已经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惊喜 这个惊喜不只源自于英语水平的提高 而是我发现它慢慢的有了自我学习的能力 这种驱动力完全来自于它自己 它喜欢 它愿意 所以从不会被单词到现在的写短文 从不敢说英语到现在可以用英文给我发短信 因为它之前是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原因 其实它的英语水平和其他的小朋友还是有一点差距 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我可以看到它每天的进步 在他们入读哈罗这段时间 见到他们个个很开心 性格各方面都是有很大的进步 尤其是回到家的治理能力 因为以前他们读 Day School 的时候 回到来就很信不信这成章 好像说什么都是用工人姐姐 但是他来到博士队的时候 他们的治理能力和规律 那方面是很明显的 是很大进步的 我认为他更加勇气和更加肯定 我认为他更加勇气和更加肯定 因为我的孙子以前是静静的 而保持自己的 但是在学校 其实在学校 在学校找到更多机会 他们的养活力 他们可以参加很多进步 所以他能够意识到 如何重要他人 和好好他能够与能够与能够 而且他能够做更多 这是一个非常有信号 让他开始认为一个领导 第二个,他比较社稳定和合作 我认为这一切符合到这个组织的系统 他们有机会一起玩,一起学,一起活,一起演,一起演 这些很强烈的关系 因为他一个孙子在我们的家庭 他感觉到第一次在他的生命中 他会有兄弟和姨姨 我感到很高兴认为他比较更严重 和更严重